好那今天的話等於是第八次上課 那大概每次上課的話 我都會先把那個前一次上課的重點 先稍微提要一下 然後確定你是不是已經 把上個星期的部分 就至少要把它學會 然後再來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內容部分要熟練 我覺得不只是要會 會的話 因為將來可能還是要實做 實做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不熟 不熟就很容易出錯 那當然程式裡面就一堆BUG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當然我們最後還是把那個 最後得到的這個程式的結果 還是把它存成eSale的檔案 所以後續的話 我們很多地方 都會把結果直接存成eSale 那等於是把eSale當成資料庫來用 也就是說存檔之後的話 然後當然將來 你可以存到eSale之後的話 那今天的話 我當然還會再講一下 比如說怎麼再把資料讀取 OK 你可以存嘛 然後當然可以把它拿出來 放進去可以拿出來 OK喔 然後呢 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 不外乎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全省郵局地址 25個檔案 然後呢 把它改成 不是存那個文字檔 是存成eSale檔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大概 主要就是練習 把25個全省郵局地址的文字檔 怎麼樣可以把它放到eSale裡面 那放的方式大概兩種 一種就是 放在同一張工作表 OK有沒有 你就直接放 放三重 然後再放中立 總共25個 OK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說 同學馬上就有反 說老是eSale裡面有工作表啊 那如果我希望 每一個檔案就放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後來其實我們是多增加 一去 一個程式 就create去的 就是 可以讓它怎麼樣呢 增加工作表 那工作檔名稱的話就是檔名 有沒有 那檔名把它加上去之後的話 三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應該是 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讀取資料 把它放進去 也這樣就OK了 所以上禮拜講了 其實一行喔 那一行其實就畫龍點睛喔 假設你要忘記了沒關係啦 雲端白板其實裡面都有 全球的例子嘛 所以是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話你找一下 應該就有上個禮拜講的東西 全球的例子的部分 那我覺得那部分還蠻重要的 那另外還有哪一些呢 就是 就是把它分別放在 個別的 個別的那個 Excel當中 OK 那 最後的話呢 我們是講到有關那個爬蟲 網路爬蟲的部分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什麼叫網路爬蟲 你Google查一下 維基百科裡面也有講蠻清楚的 那實際上啦 就是將來 我們的資料很多實際上是放在sever上面 那當然呢 以sever上面的資料 你要怎麼把它拿下來 那最後當然呢 我是希望說呢 也能夠把它存檔 那希望存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存成CSV啦 OK 那今天的話也許再延伸 再把它存成 Excel OK 那今天可能不只是Excel 我今天可能還會再增加一些東西 所以每一次上課 都會多一些新的內容 上個禮拜基本上就多一些那個像 Excel檔案裡面的新增工作表 好像還有一個刪除工作表也有講到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新增工作表 或者是刪除工作表 其實可以用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比如說你有大量資料 不一定是TST啦 可能CSV或一代一的資料 那你希望把它快速的轉成Excel的話 上個禮拜這個範例其實還蠻適用的 那當然你的資料不一定是在電腦的檔案 可能就是在網路上面 那所以我們可以用網路爬蟲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是利用那個第六個單元 所以06、01這邊 那為了要做那個網路爬蟲 所以我們有用了一個套件 叫Request Request裡面的.get方法 只要給它網址 它就知道說你要把資料抓下來 所以上個禮拜我記得 我們是利用了這個Request方法 然後去抓取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我還蠻常會用到這個範例 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的一個CSV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的話 當然將來的話 其實這個政府開放平台裡面有好幾萬個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在裡面找一些範例的話 我想應該不缺 那主要目前開放平台裡面 它提供的全部資料期裡面 不外乎就是幾個重要的檔案格式 包含就是最常用的CSV 像Jackson或者XML 那後面我想如果有時間 我們都可以來練習看看 那主要是CSV 那我從CSV裡面找了一個 關於那個台北市的那個住宅 相關的竊道的一個點位資訊 就是它只要是發生竊道案件一定有報案嘛 那報案的話呢 政府就會把這個開放就是記錄下來 然後呢公佈在那個開放平台裡面 那也就是說呢 它裡面的訊息 當然我們上面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是 當然你可以先把它下載 下載的話其實直接就點那個CSV這邊一個下載 它預設的話是用那個 CSV預設是用那些來開的 那因為它是一個編碼方式好像用BIG5 所以BIG5好像開啟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未來如果假設UTF-8 你用Excel開應該會亂碼 所以亂碼的話你可能就要換個方式開 你可能用資料裡面的那個從檔案 它才會問你編碼方式 你開才不會亂碼 可能會需要注意一下 那這裡的資料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欄位數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它的那個內容部分你會發現 從100... 103年 不過103蠻貴的 103年只有一筆 不可能吧 103年只有一個CS案件 不是吧 所以它這個103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一筆應該可以把它拿掉 那104 有沒有 那所以假如我想要知道 這個分析一下 其實這個資料公布之後 我最想知道是說 到底那個切刀案件 是以一年來當成一個單位好了 到底是越來越多還是越少 有沒有 切刀案件喔 是變多還是變少 不過剛好104 現在是112嘛 等於剛好8年 剛好103 113 對 那也就是去年好像剛好那個 就是柯P卸任嘛 有沒有 所以它剛好做了8年 所以104到112 剛好就是它執政這8年的這個有沒有 自然的 假設我希望知道一個數據 就是當 但我不知道 反正這款客觀的 都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它執政之後 這個切刀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其實這個資料說真的 你說也不太可能會有這個作假 因為如果吃案的話 現在應該沒有什麼好吃案的問題 而且現在公務員如果登載不實 是有刑事責任的 OK 頂多應該是說 登錄的那個地址有誤或什麼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知道一個數據 就是歷年來 這個切刀案件的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當然啦 以前如果用e-sale來做的話 比較 但還蠻簡單的 你知道在這邊 發生日期這邊插入一欄 有沒有 然後把這邊增加一個欄 因為我要統計是年嘛 然後你就把年的資料把它取出來 放在這個什麼呢 這個年的欄位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插環數裡面用laps 有沒有laps 就取它的那個 左邊算過來應該三個字吧 所以取資料裡面的三個字 那就會取得年的這個資料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取得年 因為我要統計的是年啊 可是它是日期啊 日期跟年是不一樣的 因為日期裡面是包含年月日 我只要年的部分 所以我取出年就OK了 好 那取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 其實在e-sale裡要簡單 是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樞紐分析表呢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已經有統計數字了 有沒有 它這個數字的話呢 是 從100 不知道102也有一筆 103也有一筆 113也有一筆 這個好像有點多餘喔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啦 用那個e-sale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哇 真的方便 為什麼馬上就有結果了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102 103 114 113還沒結束 所以我就這幾個不要的話 你其實這邊有一個 列標籤隔壁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把這三個把它隱藏起來吧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只有104到112年的 切斷按鍵的總數就算出來了 OK 那算出來之後呢 最後最好是畫個表 因為其實你看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數字呢 從那個104是687筆 到柯P卸任的時候呢 剩下的是239 看得出來吧 OK 好像已經大大減少一半 OK 可是他在卸任之前 好像最低應該是110年的時候 OK 所以最好這邊還可以再畫個圖 所以一般習慣的是把它視覺化 所以再插入那個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樞紐分析圖 那你可以再選擇摺線圖 把它畫成有節點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就會多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什麼 歷年切到摺線圖出來了 有沒有 這樣蠻明顯的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一上任呢 就第一年好像沒有降那麼多 有沒有 104 105 降一點 但是那個坡度沒那麼陡 有沒有 緩緩的下降 再隔一年 哇 像最多了 所以這個邪度好像是最多的 所以你會發現 有可能像溜花梯一樣 但是到了110年的時候 可能快要卸任了 開始要思考下一步 所以可能心思是沒有放太多 沒有猜的啦 OK 所以慢慢的話 自然好像又 稍微回來一下下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喔 馬上有一個統計資料出現 很清楚 但是這個是在Excel裡面做的 而且都滑鼠鍵盤 但是如果假設啦 我們今天是希望呢 能夠把這一個事情 用Python來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跟各位講 Python是完全不能用滑鼠鍵盤 也沒有內建功能 也沒有樞紐分析表 OK 那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是一個表格資料 對不對 那它有的就是串列 所以喔 這邊要需要兩個串列 A跟B的串列 如果畫圖的部分能不能畫 可以 它裡面也有 專門拿來畫圖的套件 如果啦 假設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利用那個 台北市的這個資料喔 然後可以喔 把它拿來做剛剛的動作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喔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喔 稍微再複習一下喔 然後 另外的話思考幾個問題喔 上個禮拜我們好像已經存成CSV啦 我記得好像我們那個資料 是已經把它怎麼樣 把它先下載下來 有沒有 下載下來的方式還蠻簡單的 就是利用那個request.get 後面就是它的網址 所以其實後面這一段喔 是把什麼 把它這個網址的部分貼過來 OK 所以網址的話是在 這個 住宅切到詳細資料 檢視資料裡面的這邊一個網址 那就把這個網址複製嘛 把它貼過去就可以啦 另外的話呢 如果是big5的話 那這邊記得編碼方式encoding 記得用CP950 所以上禮拜好像我們下載也是沒問題 不過貼的時候記得喔 這個網址好像前面會多一些什麼空白 這個空白不能有喔 有的話好像會出錯喔 OK 那最後呢就是把它存成CSV 那存CSV跟之前講的蠻像的 其實就是怎麼樣 就是三行 這三行很一般很固定 那只是說呢 你把它輸出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它的那個 每一列跟列之間 會多一個空白列 上個禮拜 有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為了避免說 列跟列之間 會多一個空白列 我們有用了一個叫replace的方法 OK 那replace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那個 原來微軟裡面的那個換行 它是 反斜線R 跟反斜線N 那其實反斜線R跟反斜線N 其實都是換行 所以它變成說 它會多一個換行 那我把這個換行 取代成一個反斜線N 再把它存檔 所以最後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會在E1底下 我有E1 E1底下會多一個 叫住宅切到點CSV 就是上個禮拜最後練習到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希望 這邊 住宅切到點CSV 這個就是下載的東西 那其實打開應該就長這樣 OK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 那我希望再做一個練習 請各位呢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個練習有沒有 再改一下 把資料 換成 好 存成Excel OK 如果我假設 我不要存11SV 我要把它存成Excel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那這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拿範本 有沒有 我記得好像我們每次上課 都拿Excel的範本來開始 所以這個範本的話 其實在 在哪邊 在這邊吧 OK在這裡 第11頁這裡 OK 第5個單元第11頁 那我 假設 我希望把網路刷下來的東西 不是存成CSV 而是幫我 存成一個Excel檔案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待會的話就是 就是把它存Excel的 那再來我需要 想要拿這個資料 直接做統計 也就是統計的動作 就是跟剛剛我們在 Excel裡面做的一樣的 但是不是在Excel做 而是在Python 試一下好了 畫面一下畫給各位一下